我是远山 因此挺拔旗雨宣浪 才公巴等为国民 直爱报道外鬼岛的中华人 我是远山 我看看下 悟空 你关心一下施主吧 这荒山野岭的 怎么会有美女 定是妖怪 看我一棒打死的妖怪 悟空 不要杀生啊 好的师父 师父 手下留情 名女尽党 只是想向师父 借款八千八百亿两 作为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用罢了 什么 八千八百亿 你有说明文件吗 可是有三百页的报告呢 你不妨看看呀 准备充分 那我就举债掏钱吧 住十项政策 每一项几百亿的政策 都只花了两三页说明 拿老百姓当白痴吗 哎呀 师父 你不要这么认真啊 8800亿 每年可以增加三四万个工作机会 八年提高GDP 九千七百多亿 计算模式 没有 非论过程 没有 数据基础 没有 几十项的政策 分别有什么避害跟风险的说明 没有 为什么利大于利的说明 没有 跟业界的沟通 没有 怎么能让你通过呢 哎 这样子 师父就这么多 好了 现在还有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的话 我就把你们师父带走了 用意义 反对 我不想反对 很好 现在没有意义 通过 我要把你们师父带走了 什么 诊查都没有抓通过了吗 这样违反民主程序啊 哈哈哈哈哈哈 可恶 师父被抓走了 八戒 你有什么想法 别叫我八戒 我叫朱丽亮 对啊 你怎么看 这妖怪竟然把师父抓走了 我第一个就谴责你大师兄 太可恶了 你要负责 什么 你刚才 潑水侮辱了那女妖 让女妖有极大的借口把师父带走 什么 你觉得女妖把师父抢走 是因为有我吗 大师兄你胡闹 女妖硬干 下一代怎么办 大师兄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对付女妖 哪次就让我当大师兄 那刚才 我在跟女妖打架的时候 你在干嘛 我原本想等你跟女妖吵架完 再跟女妖谈的 那想不到你们太吵了 师父就在我没注意的情况下被吵得了 下次我一定看见女妖 这一次好像太容易赶到你了 没办法赶到你的心 是错 这样吧 我认错 下周我再一次向你们要钱吧 百姓的眼睛是悬亮的 没有朱条报告 没有完整的评估报告 百姓断不会支持你的 女妖叫我来抢钱 千战计划能捞钱 通过我的法 批判国民党 生活充满节奏感 你妖叫我来抢钱 举摘不用怕上线 这才来今天 无比的天 千辈千辈再千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